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大家对于他在这个舞台上的欢笑 可是在舞台背后的天王 真实世界到底是什么呢 存在的非常多的一个想象 欢乐背后的泪痕 今天我们就持续邀请到一些关键性人物来看 小丑背后的真实人生 当他在台前带给大家欢乐的同时 为什么台下总是看到诸葛亮是沉默不语 而诸是幽默背后的悲伤 背后的悲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今天包括了这几天关心他的人 那么陆陆续续前往的板桥殡仪馆哀悼 蔡英文总统在第一时间也曾经提到了 诸葛亮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他也引用了谢金燕的说法 爸爸无病痛 无挂碍地去另外一个地方 为他的观众 为他的影迷 为他的歌迷继续演出了 他说这是谢谢诸葛亮的真挚与温柔 而且蔡英文总统特别强调 我们也祝福朱大哥在天堂的首场演出轰动成功 可以看得出来诸葛亮的辞事 其实到目前为止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今天已经是5月18号了 诸葛亮的辞事没有降低新台湾加油 对于政府的监督力道 蔡英文总统执政即将届满一周年 为什么 为什么在520前夕看到各家的民调 依然是如此的低迷 到底为什么 陈二勉前总统明天即将可能公开露面 真的会引发震撼弹吗 真的可能会引发有逮捕的行动吗 而今天最反对小英 最反对新政府的为什么 都是过去强力支持他的同志呢 到底为什么落得如此的一个场景 到底为什么 为你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从我的右手边为你介绍起 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共同来掌握这关键性时刻 首先是诸葛亮付出之后 为他拍摄第一支广告 这是资名的导演 知名的广告制作人 范可卿 范大哥 各位好 好 继续为您邀请到 他在付出之后呢 有人说这对夫妇给予他的温暖 我们欢迎金友庄 金小姐来到我们现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重量吉利法文 欢迎您俊献 各位观众好 在我的左手边为你介绍 这几天带来秀场 不为人知的内幕 欢迎艺人 池秋美 秋美姐 小君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在我们现场资深艺人 杨丽大哥 小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观众先进行我们的走向 包括了王定宇 小君大家好 观众朋友 这两天我们找出许多珍贵的画面 第一支的画面当中 那么要请这个友庄姐 包括了半可金大哥 帮我们进行解读 这里头除了以诸国亮为主轴 这个人物之外呢 这个歌厅秀我们看到谁呢 看到他跟谢金燕主持 而且邀请了正式青蛙王子 高凌峰 来看这个经典画面 天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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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看着山坡乡 山坡乡 山坡乡 一天为如地为佳 平静熬布日无乡 日无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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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丹花 夏丹花 三次无乡 夏丹花 三次无乡 夏丹花 三字无乡 夏丹花 cupcake乡 阮大雨 夏丹花 满胞 jobs 夏丹花 夏丹花 丹花 夏丹花 high십花 夏丹花 提堿 溫暖了我的心我 每次當你喬喬坐進我身邊 火花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你音量又閃爍 往後天上寫 天地刻 你就像那一把我 熊熊火焰 溫暖了我 熊熊火焰 照亮了我 好 這是什麼姿勢? 不是,這什麼姿勢? 這什麼姿勢? 水雞 水雞? 水雞的姿勢 水雞是什麼? 水雞,你知道嗎? 水雞夾夾夾,那個是水雞 青蛙 青蛙王子 現在變老蛙王子 不是啦,就會變青蛙爺爺 對,來,我歡迎你 高明方 好 好 好 耶 好 好 大家 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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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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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生平愛 生平愛 生平有我 Fortunately I 這個人真有一個地方 我聽說在這裡的地方 從梯 Çlı Qo L Emmy的時候 開始六女到處auft 有豬哥倆穿到抓不住的那個時間 以前我們台灣的男人最穿高齡豐 哎唷 怎麼會這樣 我們到高齡豐那陣子 到四月的時候 這裡慢慢穿起來 這是我們說讚的 但是這個也有認真在我的心上 在那時候當穿的時候 只要我主旗 但是他還沒有上主旗 那個主旗就穿起來 不然我就比較得熟 我們說實在 那時候你的事情比較多 沒有 我覺得你們兩個可以結拜 因為你們兩個都穿的 都穿的 但是兩個都穿的 都穿的 你們兩個都結拜 這什麼人啊 拜託 叫一個 比較不記得 以前我們事情的人來主持 好嗎 主席 你兩個看我太大了 你們兩個事情我都很了解 兩個人比串 一個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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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細 兩個也先串 好 這兩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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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給他來主持 漂亮喔 我們兩個如果他煮出來我們就拼 不是 沒有濃鹽 我們說很嚴 真的你講到這一點我還有一點安慰 因為我現在社會的道德高標準 現在一個事情做不好的都給人來檢討 但是看到他我都沒有事情 我帶三次 四次 怎麼沒關係 他四次就這麼穿 我三次都不夠看 對吧 對 這個不簡單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你帶四次 但是你看你在他願意 願意給他 給人的感覺 永遠就是在舞台上 沒有只剩下的 是拼鞋而已 對不對 拼鞋也沒什麼是自己的 真的可以拔嘛 對不對 阿老人家拿來拔 如果輸去 也是算說他有拿給你 這也沒什麼要緊 人工有才給他就好 對不對 但是你看你都沒有發生什麼 那些緋聞我感覺 好 沒空的事情 對 這就是你處理得好 沒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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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 我會發生這個事情 不是啦 我說你就是處理後好事 才會都沒有事情 照我的了解 我不是處理後好事 我是有跟人家說假的說好 你愛你開心嗎 你是沒有處理好事 我也處理好事 不然是怎麼說你這裡 要說什麼 小孩一個二十桶會 小孩在那裡 我們兩個幾歲 百娃 對不對 你跟二十桶會一個價格 差不多 你說到那些人的事情 說到其他人的事情 什麼回文 什麼回 你說的是要做什麼 我是跟你證明 我是知道 你們兩個都沒說話 那些女孩子 你說我們怎樣 你是好解釋 你是剛才我 你剛才我女兒 你剛才我女兒 你剛才出道 你剛才出道 那些時間 我們剛才出道林峰的時代 早早 他來叫我中人 好小丑的眼淚 歡樂背後的淚痕 我想請教是友莊姐 他在付出之後 其實第一個接觸的好像就是 高林峰夫婦你們兩個人 可不可以談談那段的過程 是付出錢 對付出錢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報紙上 應該是說他現身之後 碰到一波 對就是被拍到 然後準備要付出之前 對其實他沒有想要付出 因為我們找他時候 我們很高興 中間也很長時間沒有聯絡 像我們結婚的時候 21年前他也有來 那後來一陣子他就不見了 這當中高林峰一直想要找他 可是也都找不到 沒有消息高林峰自己也在谷底 那後來被拍到以後 我們就高大哥就很興奮 就想要趕快把他找出來 因為那時候高林峰也是 從谷底翻身 他覺得說他都可以 那朱大哥也可以 所以他就非常興奮的 我們就非常主動的去聯絡 結果就聯絡上了 可是沒想到朱大哥 居然來的是一封信 也就是說他欠債太多了 他不希望就是付出以後 會影響到他的妻子小孩 所以他沒有信心 他不想要出來 那高林峰那時候就很著急 也怕他想不開 因為高林峰也曾經有想不開的時候 那後來我們就 氣而不捨就一直聯絡 一直聯絡 後來朱大哥就答應見面了 可是他還是很怕狗仔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會到一個很隱密的地方去接你 然後我們到家裡來 我們家裡面有車庫有管理員 絕對不會有狗仔跟 然後他就答應 然後我就去接他 帶到我們家裡面 聊了好幾次 那他第一次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家裡有神桌 高林峰有拜祖先之外 還有拜王母娘娘 就是母娘 那朱大哥一進來的時候 看到母娘就跪下 然後就開始拜鞠躬 然後就哭了 就說實在不應該賭博 欠那麼多錢 然後再懺悔 然後高林峰那時候就跟他說 你跟母娘講 給你機會重新出發 然後你以後紅起來的時候 一定可以再照顧家人 然後那個時候再感念母娘這樣子 他們兩個就在這個母娘面前 講了很多 一個兩個曾經這麼 吃炸風雲的大哥 然後在母娘面前這樣懺悔 我看的是還蠻感動的 對 昨天範大哥說 他第一眼看到他是一個驚恐的老人 用四個字來形容 您看到他呢 我看到他 其實我覺得他蠻帥的 因為那時候不是諸葛亮的頭髮 就是那個 Olan的那個髮型 其實是蠻帥的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阿伯 是一個阿伯 可是感覺說 他真的是蠻惶恐的 他沒有信心 那高大哥就是一直鼓勵他 說你可以的 對 來家裡的幾次幾乎都是在鼓勵 當然有哭有笑 有淚這樣子 後來 我們是想說 請他帶他的現任的老婆 跟小孩到台北來 因為我們桃園有個房子 我們很怕他又不見了 所以我就說 你來台北住我們桃園的房子 我們照顧你這樣子 他就說很感謝這樣子 所以他公開露面之後 因為他是在屏東潮州的 Olan那家攤子被拍到 對 那他決定要付出 等於在付出之前 還是居無定所 對 都在南部 那我們想說 如果你要發展的話 到台北來比較方便 我們也可以照顧你 因為他那時候行蹤不變 會被拍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 比如說買吃的啦 或者是什麼 就像朋友這樣照應 就請他來桃園這邊住 你怎麼照顧他的 你知不知道他曾經 在公開場合說 你怎麼照顧他的 你有聽過嗎 我放這段好不好 這是應該 我記得是在高齡峰大哥的告別室 當時張飛主持 對 然後這個 朱大哥 跟高齡峰這段互動當中 意外提到 他在付出之前 住進了高齡峰的家 讓我們聽聽看這個聲音 那尤莊姐繼續幫我們做補充 嗯 我是說我們好朋友 我今天不來不行 我是要來報答一個高齡峰 報答一個金融莊 因為我去用蘋果日報 我去找 你是怎麼報答金融莊 那就是去美營島啊 喔 金融莊 我叫是說以前你帶金融莊 到底 我別說 你今天不是說這個月的時候 你這樣高位 我今天來送高齡峰都會出貨 你 哈 你 過去的事情就不管了 我跟妳講嘛 妳就要報答 她塞車載多 煮飯給我吃 吃 吃那時候用人就回家了 他煮飯給我吃 我們存娘心講 真的煮得很難吃 但是 但是我是去住人家 我不會講啊 我今天才坦白講 吃了人家還在公開 這個是要播出的耶 喔 對不對 雖然真的很難吃 你也不要這樣講嘛 我跟妳說 他 在世的時候 他對妳好 他太太也對妳好 對啦 你沒有辦法報答人家 美營島 你用什麼報答人家呢 我 我 我 你不是認了他孩子做乾兒子嗎 我就認金融莊做乾太太 乾太太 乾太太就是跟剛兒子一樣嘛 我 我聽到那個那個叫做一個名字 生過的 叫我過幹的啦 那叫幹過阿頭啦 我是我聽到我沒有聽到叫乾太太啦 阿這個 阿這個齁 阿現在先把我們移個一下 他要做寶地喔 我要把他關上去 到時候出來大家看我的名字 要這樣把他關一下 把他關一下齁 你說這個話就不錯了 要把他關一下 不是看你的名字 好啊 看高靈芳的 看高靈芳的名字 這樣就好 這款名字 如果是唱歌表演的東西 要靠面子的 唱歌在你中心 啊 東西就是表示這件事情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南租北章 為什麼這樣分 就是我們搞不來嘛 你怎麼 朱克亮我是承認他的成就 左水溪以南 他真的是這一支 我以前是媒體封我們啊 但是他搞錯了 我是北是北太平洋啊 差很多 我同 我們說南太平間 對不對 你還說的 蛤 不是 10萬你一定會過去的嘛 現在整 我告訴你 我以前齁 我很怕死 我從這一次付出的時候 我真的不怕死 齁 十假如像他這樣 我熱鬧 有 有 我明天就做給你 所以我 游鐘姐真的是這樣照顧他嗎 對 因為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高齡峰喜歡吃牛肉嘛 他覺得說牛肉比較補 那朱克亮大哥這樣子 東奔西跑的可能營養不夠 所以就嘱咐我做了 就是準備了很多牛肉 其實我那是買的 就是牛肉 牛腸牛肚什麼都準備 結果沒想到朱大哥不吃 然後也叫高齡峰不要吃牛肉 對 因為他說你拜母娘 你還吃牛肉 你不可以吃牛肉 還訓誓高齡峰一頓 對 所以他可能就是太久沒見面了 兩個人聊了很久 聊了好幾個小時 其實東西沒怎麼吃啦 那我們想說照顧他 真的是怕他跑掉這樣子 對 對 跟他的互動 有歡笑有淚水 對 我想請教泛大哥 好像你跟他幾次的生壇 你 他所展現的幾乎在你面前 好像都是除了淚水之外 還是淚水 除了崩潰之外 好像還是崩潰 我其實漏掌一段 其實他也蠻喜歡吃我燒的菜 對對對 到我家來通常都是 因為都晚上了 然後我說大哥來這邊 我們家隨便吃 然後這樣就是用人燒一燒 就到我們家擺一桌就在那裡吃 他不喝酒 對 他不喝酒 他不吃牛肉 我後來也才知道 因為剛才說不吃牛肉啦 因為講牛肉補 對他不吃 他也不吃對不對 就不吃 那後來就不準備了 他喜歡吃豬肉啦 魚啦海鮮啦什麼 他喜歡吃米粉 這種台灣口味的一些食物 那因為他也不喝酒 所以我說你什麼都 他說我什麼都改了 都改了 都改了 吃本人耶 沒有了 而且他出去都換身 對對對 都沒有了 你現在看以前的表演 出去 喔 離開人 吃冰狼啊 吃冰狼 他說我以前 他在講 他說你知道我以前多壞 多壞 他這樣講 多囂張 他說我就拿了那個四色牌 然後叼一根煙 吃冰狼 然後喝酒 然後別人來找我 幹嘛幹嘛幹嘛 我理都不理 然後他上台了 這邊還在上台說這吹了 我牌還沒有拿下來 然後再上台 然後上台講一講說 反正都很簡單嘛 上去後大家就笑咪咪了 大家很開心下來 就繼續再做 就這樣 他說沒有顧家 也沒有什麼想的儲蓄啦 什麼都沒有 就是所有男人 對家庭的責任 他通通都說沒有 但是他是四個家庭的主人 對 後來你看到跟謝金燕的破冰 其實也不過這幾個月的光景 可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你如果剛剛看到 我們來看了 今天這次今天是 三立總經理張榮華 率領的所有藝人 到板橋殯儀館 那麼 吊咽的畫面 那如果我同時開框 是剛剛我第一支播放的VCR 應該是19年前 他跟謝金燕共同主持 然後高凌峰成為貴賓的這一段 你看到兩個一起主持 甚至可能還拍廣告 為什麼會到後來 這個婦女之間 這個結一直到最近才化解呢 為什麼呢 我其實第一次 要跟他拍那支燦坤的廣告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小姐 一個角色 我設定一個小姐 那時候寫腳本的時候 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找謝金燕來演 你曾經有這樣想法 對對對 一開始是這樣子的 我們不知道嘛 恩怨情仇 可能有專會比較清楚 以前哪裏知道 對我來講說 以前看他 你看那個帶著女兒 拍廣告秀長 很好啊 婦女嘛 是 沒問題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車禍之後 他還去照顧她 不是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嗎 所以我覺得你婦女 爸爸付出 女兒來捧場 天經地義的事嘛 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 他沉默了蠻久的 我後來才知道他為什麼沉默 是因為他跟謝金燕 基本上已經斷了聯絡 恩 我覺得爸爸 婦女之情怎麼可能斷得了呢 對啦 邏輯上來看 我想可能 今天在座的來賓 這幾位 跟以前在跟朱大哥合作的 或包括高大哥站內 可能 朱大哥跟他們如果借錢 也不奇怪吧 對不對 賭到這種程度 是 所以我猜 應該是 也有跟謝金燕開口 那這種狀態下 最後的狀態 一定都是 可能是一直不停地在做這件事情 那對女兒來講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可能就受不了 就受不了 你有聽過 你有看過他小時候說 謝金燕帶了妹妹來還是姐姐去找 後台找她要生活費 她怎麼不給 也有這種新聞出來 聽說 秋美姐姐曾經目睹過 對 對不對 謝金燕的媽媽 帶著當時謝金燕非常小到後台 是 因為註冊費 對 就沒有著落嘛 眼看著明天就要面臨這個現實壓力 對 所以如果說爸爸都不理 然後長大以後帶著女兒出來 到時候如果一直不停地要檢 對謝金燕來講她也要養家 要這樣不停地 如果不停地做到一個程度就會出事的 就算是婦女之情 而 據我所知是 除了應該在這段時間當中 應該是沒有跟謝金燕有什麼 聯絡 聯絡 其實 她大兒子跟謝金燕是很好 雖然不是同一個媽媽 你說阿福 阿福跟她是非常好 阿福是第一任老婆生的嘛 對不對 然後那謝金燕是 謝金燕是三 是第三 那謝金燕 謝金燕是第二個老婆 對 所以謝金燕的媽媽 謝金燕常常不喜在演唱會當中 公開去護航媽媽 其實在意的應該就是老三 第三任的老婆 第三任老婆好像沒有結婚對不對 可是我聽過朱大哥講說 她第四任老婆是 阿福帶著謝金燕去跟她搭訕 是幫忙去追來的 搭訕 搭訕 對 就搭訕 所以他們也都把它當笑話在講 說當年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 所以他們也參加爸爸在原山飯店 第四任葉瑞美的喜宴 他們都參加了 喜宴她有參加嘛 對 那你說家庭都參加婚禮了 沒有什麼 也不會有什麼 那我不覺得 應該就是錢 可以說幾句話嗎 豬哥亮女兒謝金燕掛完行李 準備登機 穿著黑色外套 搭配黑帽 黑口罩 以及墨鏡 身形看起來銷售不少 一邊走路還微微發抖 朋友扶著她快速穿過走廊 面對現場媒體所有問題 她都低頭 無法應餘 因為她正要趕赴紐約 準備完成父親生前的遺願 5月20號晚上8點 我會來到紐約 為紐約花蓮詞彙堂 慶祝25週年的慶典 作為表演嘉賓 在這時機點堅持要續 因為謝金燕說 在陪伴的過程中 父親跟我說 慈惠堂紐約的活動 我的參與是非常大的福報 帶著父親的期許 我會提起最大的力量 如期完成演出 只是算一算 就算20號晚上10點半 一起演出表演 立刻搭起返台 回到台灣 也已經是22號清晨 謝金燕還是無法出席 朱格亮投蹤 那小燕 他以後出去 你就要看自己的打拼 不能讓社會人五歲 五歲說靠爸爸 靠劉佳昌 你跟他一旦做過程 這張唱片一定翻出來 你自己喘你的天 要有你一面 那不能說都靠爸爸 來靠什麼人 爸爸後面不讓你靠 在節目上要女兒自立自強 當年為了謝金燕出道 諸葛亮身為父親大力提拔 現在走了 更不希望女兒為了自己 放下熱愛的表演 婦女情深在這臨終的 最後承諾表露無遺 那為什麼他在生病的 這段時間 包括現在人走了 我們講這四天 這個家庭還是給外界 感覺到低調 但是沉默之外 好像還是有許許多多 我們沒有辦法解釋的地方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一個男人 有四個老婆 他人生就很複雜 必定 前有王永慶對不對 後有朱哥來四個老婆 很辛苦的 那兒女呢 都是不同的太太生的 不同太太生的 在面臨到爸爸這麼多的 風風雨雨的事情 包括生死的問題 包括債務的問題 錢的問題等等是 小孩子從小不是在一起長大的 大家彼此之間要齊心在很短的時間達成共識 它是有難度的 一定有難度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像譬如說有一個人如果出來跟媒體說什麼 可能別有意見啊 你這樣說不對啊 比如說王彩華 他曾經說破冰之旅 那媒體寫說 他是個關鍵性人物 就看到謝金燕透過經濟公司說 沒有 不是他 就不要亂講 就類似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媒體當然每天守在台大醫院的病房門口 我最后他住進去的時候 我還試著聯絡說 我去看看朱大哥 講當然了嘛 我之前去看了他三次 那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去看了朱大哥 那那個大嫂 朱大嫂就說 她說你千萬不要來 她說第一 你目標太明顯 第二呢 門口全部24小時都是媒體 你一進來就麻煩了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就聽懂了 本來是說去看看他 沒想到他這麼嚴重 那時候不知道 這麼嚴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媒體在外面 那我有跟阿福講 我說阿福啊 你看媒體裡面守在那邊 那我的今天 大家都很關係 我說大家都很關係 那你是不是 就是早上說一句話 然後第二天再說一句話 就大家就散了嘛 定期告訴我們 朱哥亮的病情怎麼樣嘛 我就說你這樣嘛 讓他們回去 記者也好交代 回去都有東西 不會亂寫嘛 對不對 不會亂寫什麼病房 來傳出什麼聲音什麼 又聽爵士樂 我想朱大哥什麼時候聽爵士樂 就一大堆什麼有的沒有 最近又說什麼 什麼什麼土葬又改成火葬 什麼奇怪的東西 對 怎麼會有這種大捏 就一大堆 一大堆這種東西出來 我說你這樣你不太 我個人認為是覺得說 是不是你每天或兩天 你出來講一次 大家也時間到就回來打卡嘛 就這樣講完就回去發新聞 都好 你也不要被干擾 那我說謝金燕要進來 大家幹嘛的都方便嘛 大家都方便 沒有辦法 後來也沒有做這件事情 沒有做 阿福或者是謝金燕 是一個矚目的一個目標嘛 在這個四個家庭的主人 面臨這種狀況 謝金燕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啊 我們看到他就是戴著口罩 不知道 永遠沒有面對媒體 不知道 他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你要知道謝金燕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他有接受哪一家媒體採訪嗎 沒有 他這麼需要宣傳的人 對不對 為什麼 問他了 媒體就喜歡追那個小孩子啊 保護小孩 保護小孩啊 他的經紀人求求 就是說不可能 他不可能接受任何的採訪 他可以去拍廣告做秀 做尾牙 做什麼什麼跨年 什麼都可以做 就在台上見 台下 對不起 談都不要談 他尚且是這樣子 你想想看 如果他再出來 面對媒體講什麼話 別人就把他問翻了嘛 那你現在你爸爸第一句話怎麼 你爸爸怎麼樣 他根本可能 他不會 他連自己的事他都不要面對了 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是說這以他的個性來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上 你這樣想 他發了一個聲明 已經是他表達這件事最高的等級了 發聲明說我跟我父親已經很好了 這樣子意思是這樣子 大家就快快樂樂這樣 他發這個聲明也就宣告了諸葛亮病情是 暗示這件事病情是非常嚴重的 已經暗示了嘛 是 他前面幾次化療為什麼沒去 已經暗示了這件事情 而他現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說我們必須要體諒這個家庭 這麼多孩子碰到了這樣的事情 這樣想 美女的交警會在誰身上 阿福是不得已 他不是公眾人物 他只是因為父親有很多通告 通過他的經紀人 通過阿福都有他的電話 就聯絡到他 他幫父親做一些 跟外界溝通的事 我說以前在主持節目 或他付出的時候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真正會被媒體焦點的是說 如果謝金燕你想像 謝金燕走進病房 跟爸爸重新和好了 你覺得媒體會對這沒有興趣嗎 怎麼可能 已經都守成這樣子了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一個大女兒走進來了 爸爸一定覺得很開心 至少在他臨終之前 看他家庭 至少就是表現出了一個團圓的現象 對不對 雖然他對他前面三人棋子 可能還沒辦法交代 為什麼 但是至少這個時候是這樣子的 所以謝金燕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一定是 他的意見一定被強烈的尊重 爸爸一定會覺得 聽謝金燕的話 或者是怎麼樣 那謝金燕不願意見媒體 也不願意讓爸爸的病容出來 也不願意做什麼事情 就現在的這種狀態 就是自從朱大哥離開以後 只有阿福出來 簡簡單講幾句話 謝金燕 畫面上謝金燕有說話嗎 也沒有 這是個默契 或者是家族的共同的決議 就是乾脆不說 那家族的決議 可以突然間土葬變火葬 所以我說有誰告訴我 土葬這件事誰轉出來的 所以你意思說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土葬這一回事 對 還樹葬 海葬 明天唯一講一句話 明天就立刻有人就說 他又改了 不會說什麼 誰了 誰看到了 哪一個人看到這件事 就是從頭到尾 家族都選擇以沉默的方式 讓外界去意測的方式 不願意去面對媒體 去說明 所以就是裡面到底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外面就風風雨雨 各種不同的說話 對 所以我說 我說的每一件事都是我親眼看到 我才敢說 不能意測嘛 意測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所以對這個家族來說 我必須要體諒他們的家族裡面 因為父親的離開 才形成了今天的團圓 朱克亮跟范大哥談了很多 范大哥等一下繼續跟我們談 我想請教的是楊大哥 歡樂背後的淚痕 真的小丑背後的人生 台上帶給大家所有的歡樂 可是其實外界很不解的是說 他在2014年 2014年當他被 已經檢查出 罹患大腸癌的二期 我們都說其實二期 他的復活率 甚至醫生都講了 你開刀之後的成功率 是高達80%的 他的生命 當時跟時間在進行賽跑的 所以我還是很不解 他為什麼不要命呢 你知道明明告訴你 有這麼高的一個存活率 跟成功率這麼高 我是說一個男人 如果不需要生命 他就不要付出了 你知道嗎 我付出之後 我可能還有龐大的債務 黑道的追殺 各方面的債主都會來了 那其實我就不要付出就好了 我一樣躲在屏東的潮州 我繼續吃黑鍊 那我繼續過我的生活 我不用去面對 那所以我就說 他可以不要命啊 可是他選擇的 還是去面對 可是又顯得的是 不要去面對他的病情 當然要告訴個人朋友 這樣對病情的態度 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歡樂背後的 真實人生 歡樂背後的淚痕 到底是什麼呢 楊大哥 其實我想這也是個性使然 那蘇格亮一直生活在 他的工作圈裡 然後他有到一個程度 一個地位以上 他所 不管是在工作上 對所有的人的指使 或者是他的領導 或者是什麼 其實那一份感覺 他已經充滿全身了 那我在他最後那個階段 拍那個電影的時候 我聽到一句很 大吊歌 對 大吊歌的時候 我聽到一句就是 也滿真切的一句話 就是說 楊烈我坦白告訴你 那個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接受的事情 比方說我如果化療以後 然後醫生叫我開刀 因為我那個部位 滿靠近肛門 對 他說那個切除掉 我已經講過了 我說這個東西 這個現在的醫療技術 你不可能會有什麼 讓你感覺到不方便的地方 他說不是那個問題 他說其實是我心裡 沒有辦法接受 他是一個可以自由自在 可以隨時隨地 就是就地取材發揮的一個人 他身上背著一個那樣的袋子 他說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想這個是已經 是變成這種好勝 然後這種 也應該說是滿堅強的 那他必須要對舞台上 或者對他的工作 他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責任感 也有那股霸氣 所以他覺得 如果是這種東西背在我身上 我來表演的話 他會減弱他的功力 就人工肛門 對他的表演會很不自在 他的表演會沒有那個氣息在 所以他覺得 那我們做一個朋友 我們當然很直接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是拿密開玩笑 他說這個沒有辦法 我寧可碰碰碰運氣 碰碰運氣 我寧可碰碰運氣 所以你看到他在喝草藥 對 他是如此的不要命 他為什麼這樣對待自己 不過那一句話 他在喝那個草藥 我問他說這個對你來講有效用嗎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草藥到底是什麼功能 他回答我那句話 我後來又想了一下 其實他有兩面意義 一個就是說 他也知道沒有什麼效 然後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可能就是碰運氣 因為他跟我說 這個很好用 他是透過朋友跟他講 這個是一定有效的 他可以一直排毒 一直幫我排毒 所以他一直褻腹 一直腹瀉 我說腹瀉 跟癌細胞沒有關係 你只有把你身上所有的養分 全部都卸掉了 你現在是最需要養分的時候 你這樣子 我覺得只有在害你自己 他說沒辦法 賭到了 就是這樣 他在那個時候 其實剛剛楊大哥說的 我也知道 那是在宜蘭的一個老中醫 老中醫是不是